花冬唯一获得国际绿色旅行标章GTS认证的花莲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在观光署还有农业部的见证下 特地举办了岁末感恩共享有序旅游的活动 也邀请了近百名的旅游业者岁末相聚 共同联署支持永续旅游的经营以及发展 同时与东华大学正式签署一份关于ESG发展教育推广的合作备忘录 常观学界西首位2024年度的ESG永续发展与绿色旅游愿景 一起来许下承诺 杨业美帝度假酒店当天与全台近百家观光业者 共同签署了推广永续旅游的林鼠墙 承诺将皆有持续的合作 实际参与永续旅游的经营和发展 之外杨业美帝与东华大学正式签署了一份 关于ESG发展教育推广的合作备忘录 进步推动产业跨领域的试试整合 结合杨业美帝与永续农业以及绿色旅游的领域 实践经验与东华大学的专业试资 联手推广永续旅游 农业疗域 静临永续等ESG核心课程 取取成为永续农业绿色旅游的人才培育摇览 在税末的这个日子里面 永续农业继续的在努力推动 在推动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很清楚 整个对全球对整个的这个 这个ESG的推广都非常的重视 可是在ESG的这个领域 有太多的不了解 需要透过更多的教育 所以我们跟东华大学合作一起 尤其我们在赵校长的领导下 有很棒的这些对永续旅游 绿色环境 生态环境非常资深 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些讲师或者是教授 可以跟我们的业者来提供更多的 这些教育的课程的安排 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跟东华大学继续 今年圆月的MOU继续在签 我们一起合作的推动永续旅游 永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观光油气产业学系 或者是管理学院也好 或者是环境海洋学院也好 我们都充分的跟央月美地 进行各种不同领域的合作 但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花莲变得更漂亮 花莲变得更环保 然后台湾变成台湾的一个模范的环保基地 更重要的是我们东华学生也可以借由这个方向 能够得到就业的机会也好 就业经验也好 我想我个人是非常感谢央月美地 董事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交通部观光署 特别是在意后 自律于所谓的双轴转型 就是永续 以及数位的一个转型 那对于这样子 推广永续的这种作为 我们是全力的来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除了我们之外 我们很多同仁 都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 那也对这个活动表达支持 京大集团创办人 央业美地就在酒店 董事长银纯所表示 京大集团三十多年来 积极推动旅游的业界 实践永续经营的理念 并且提供优质的服务 和体验每位旅客 在永续旅游领域的努力 和创新获得广方的认可 这次活动的成功 也再次彰显了 京大集团对永续旅游的 承诺与贡献 京大将继续致力 永续旅游的发展 并希望通过 与产观学界的合作 共同创造出一个 更美好的旅游未来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